小故事屋 神奇的猪网 小蜘蛛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 准备在这里织一张大网 它爬上一根树枝 射出几条长丝 终于有一条 粘在了对面的树枝上 小蜘蛛试探地在上面蹦了蹦 检查够不够结实 然后放出新的蛛丝向下拉 一只苍蝇觉得很好玩 也想到上面去蹦跳 蚊子马上叫 小心 这是陷阱 蛛丝会粘住你 可是小蜘蛛蹦得那样快活 也没粘住呀 苍蝇小心翼翼地落到蛛丝上试探 真好玩 一点儿也不粘脚 蚊子看了也试探地到蛛丝上蹦跳 真的一点儿也不粘脚 小蜘蛛继续织起来 它不慌不忙地转圈 织出一圈圈的丝线 新的丝线一定更好玩 更多的蚊子和苍蝇飞来了 落到猪网上玩蹦跳游戏 可是这回它们都被粘在猪网上了 一旁的捕蝇草看到了 问小蜘蛛 这是怎么回事呀 小蜘蛛说 我开始编织的猪丝没有粘性 后来编织的猪丝却是有粘性的 捕蝇草说 猪网的构造真奇妙呀 在小故事屋 每一天都有新故事 想和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快乐 就请爸爸妈妈帮你订阅吧 我们很快会再见面的